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薪务 公司急需要赢钱 但是找钱找不到 你会有点恐惧感 我大概一个的时间头发就白了 99年我们回到杭州创业 非常艰辛 我们同时会告诉你 我们真的是难道 真的从来没打过底 然后我们在打车的时候 手一招来了一个 一看找到一看 是一辆桑塔纳 我们所有的头都转回去 看另外的地方 哎呀求人也是求这个多次 哎呀站在别人门口 就在等着别人来 其实别人已经来了 看到我在那边就绕着走 别人瞧不起 匹事 第一弹下次求人 我觉得这个求人 这个真是 一是脸丢不起 再说也确实求不到 只含鲜的几句 他就毫不客气的说 你们怎么按我赔了这么多的钱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怎么干 把我当小学生一样 训了一个多小时吧 我当时的衬衣都失了 那一刻呢 特别特别的绝望 当我们身处逆境 压力达到激进崩溃 为什么很多人都会选择趴下躺平 而一部分人总是能绝地反击 上演王者归来 他们涅槃重生的秘密是什么 我是可以不干的 我可以一走了之 我一走了之以后 背后 新东方 五万个兄弟们 和姐妹们怎么办呢 你过去所构建出来的 所谓的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精神 所谓的永不言败的勇气 你想谁交代呢 所以你只有勇往之前 于敏鸿曾在自己的亲笔书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中写道 人在低谷时 总会心慌意乱 迷茫失措 可是 千万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 越是艰难的时刻 越要坚强 调整心态 振作起来 待在谷底时 无怨天尤人 无自暴自弃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中将辉煌